妞妞 晨妞 哎 下雪了 打雪仗 打雪仗 嗯 妞妞在干什么 写作业 晨妞在干什么 整一下题 有错了吗 嗯 啊 好像这个题 嗯 那你先整理吧 嗯 可爱 你手写 打印 打印 这个题是不是求阴影面积啊 是的 我不会 嗯 一会你问你姐 她会不会 对 她会不会 你看晨妞这个题错了 好了 她姐 嗯 你过来 就像晨妞这个求阴影面积 这道题你会做吗 阴影面积啊 这道题 我对数学 不能说一圈不通吗 那也是一圈不通 不会 不会 嗯 晨妞你先写 写完之后 咱看看这个题怎么解答 好的 我说实话 我现在把这些题都忘了 你知道吗 那姐看 就没有记得过 啊 写好了吗 马上 求阴影面积 好了 来 你给我们接上这个题 等一下让我说开云端 好的 整理好了 整理好了 那你们来 给姐姐出一道题 好的 我是不会啊 就这道题 首先我们先看这道题啊 它是内圆外方 首先呢 我们可以先求来这个 外面正方形的面积 然后再求里面这个圆形的面积 我也知道 关于这个圆形 怎么求 圆形 就是等于配二平方 哦 然后再它们一减 对 然后对就好 就这样就就这样好了 哎她姐关于那个配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求出来 证据她 要不然现在就需要各种的那种工具 真的是 知识有限 可是宝贝你们会吗 就是陈宇在这道题上 她是经常错 就是用你们的方法告诉她 就是怎么去解这道题 然后 对对对 就用什么方法吧 是的 我们是帮不了她了 那粉丝宝宝来 你们帮陈宇一下 帮我吧 我今天的整理错题就到这里吧 下个视频见 拜拜 出去玩雪